带来的刀腿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冬季杯 败者组第二轮比赛的老根爹对战秘密双方 比如三第二场比赛 看看这场比赛的一个搬选 这场比赛呢 是老根爹拿出了天涯木克加巫妖 这个教你玩系列 教你玩系列 那么由于这个老根爹直接是掏出了天涯木克巫妖两个英雄 以后呢秘密这边也是果断的拿了敌法 因为在老根爹的这个秘密无妖体系下面来看的话 敌法师是一个常驻英雄 然后呢接下来要搬掉的就是一些在前期线上 拥有这个位移技能的英雄 比如说他们在第四手搬掉的这个虚空 以及第一手搬掉的PA 那秘密这边虽然说是一手抢了小精灵 但是第二手并没有去抢这个精灵飞机 而是先把敌法拿了 看看这张比赛秘密在拿了敌法师以后 后边会不会去考虑在中单的位置上继续拿这个大胜 还是说在中单的位置上防一个飞机 其实飞机这个英雄中单也是可以的 有关中单的游戏内的用的音乐包是什么 游戏内用的音乐包是默认的 我这个号是一个就是注册了这个号只是单纯用来去给大家做这个比赛用的 音乐包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没有都是默认 我在另外一个账号里面用的是英雄澎湃 另外一个账号的地图是不朽庭院 秘密这边在四五手搬了两个AME的英雄 AME是有一手一号位大圣的 那么如果要防一下对方继续去搬自己的一号位英雄的话 可以考虑把这个大圣先掏出来 或者给AME拿个小鱼 因为小鱼这个束缚现在是敌法师的这个Blinger是跳不走的 那边拿出大鱼这个英雄 大鱼这个英雄在最近的比赛当中也是有队伍拿出来过 而且效果不错 伤害很高 就是他的这个减甲配合他的三技能被动 在打出来的那一下的时候这个伤害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曾经有人计算过大鱼这个英雄 如果要想达到他的这个就是无限悬晕 对于对方的某一个单一点目标在没有状态抗性的情况下 实现无限晕的话 大概需要的攻速我记得是500多 当然在游戏当中一个力量型英雄想要凑到500多攻速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如果有些队友去配合的话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只不过这场比赛能够给他加攻速的英雄似乎也没有 其实这个版本有一个很厉害的装备是大勋章 而且大勋章不要给对方套 给自己队友套 很厉害 那说我是大马的小伙伴 顶期结束 给他出魔术 谢谢支持 谢谢支持 听马甲说 帽子Ame不太喜欢大胜这个C 大胜这个C不是一个纯刷的C 所以就是很多这种比较偏刷的这种carry weight的选手 一般都不会太喜欢他 他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去打架 他不可能你拿出这个英雄以后玩了命的就是去刷钱 这个不符合这个英雄的一个定位和价值 不是不能这么打 只是不符合 秘密这边第三手是拿出一个海民 也是摔角行家加上敌法师的这么一个 但是他要这么拿人的话 小精灵这个英雄就废了呀 小精灵的这个英雄现在15级A仗的这个效果等于就没用了 你不能不能15级小精灵连着海民踢足球的吧 这个有点过分啊 由于现在亚布泽尔不在 所以现在这个老根爹也不用去防对方秘密4号位的一个拉比克 是一个好消息 拉比克这个英雄是真的在秘密这支队伍手里边是要防的 是真的要防的一个东西 太可怕了这个玩意儿 没问题 这些 roses 是 ę 这个 对 10秒鐘 PSGLGZDARCSEA 第四手秘笔这边拿了一个黑咸 然后老干爹拿了个小鱼 这绝对是一个教你玩系列 大鱼小鱼大鱼吃小鱼小鱼吃敌法 啊 10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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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秒钟 最后一首老干爹搬掉的是火猫 老干爹搬了一首火猫 不让没得万就用火猫 那这样比赛没得万打大胜呗 没断打大圣也可以啊 没有拿大圣 拿的是一个黑鸟 黑鸟加迪法师 这个也是最近比赛当中 比较常见的一个组合的套路 这两个英雄倒不一定 不是一定放在一起 但是它是一个套路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我新买了一个麦克风 麦克风已经到货了 我回头 但是我现在不准备马上用 因为要是马上用的话 还需要去临时调试 或者这场比赛结束以后 我去把那个新的麦克风拿过来 去尝试一下 看看好不好用 最后一首老跟连拿出的是个铁 查理斯三号位大鱼 一号位的小鱼 TA加上巫妖和天安波克 这个钢三 谁来谁死 好吧 就是谁来谁死 这场比赛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对于秘密来说 是小精灵加海民 然后去保这个迪法师 但是尽量规避掉对方 这个天安波克巫妖的钢三 然后让黑咸去对这几个人 黑咸的话对这几个人 给兵线套双离子盾 那么勉强能混一混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去跟对方搞太多的事情 毕竟你只要稍微往前走一点 对方这个兵甲一减速 然后莫勇一贴身 不管是接大鱼彩 还是接小鱼跳 都是必死 就是必死 没有任何逃生的可能性 这么快 我昨天晚上定好了以后 今天就送过来了 所以待会可以试一下 看看好不好用 所以说珍惜最后一次防空洞解说 好 好 好 进到比赛当中来看一下 这个双方的一个实战发挥啊 这样比赛呢 偷个懒 偷个懒 用一下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官方解说 就要看一看 老干爹这样比赛这个阵容整体来看的话 我觉得 阵容整体出来以后 我个人感觉其实两边都有机会 但是老干爹这个阵容实在是太无耻了 这个阵容确实太无耻了 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使用者是老干爹 你知道吧 他如果是秘密用这套阵容体系 那打的蛇一点很正常 老干爹打这个阵容 你想跟老干爹对线 你下路一个海民加上个黑鞋 你就想保得住这个 你就想能跟这个小鱼加巫妖加天安波克对线 这个你就属于是来一个 就吃掉你一个 中路TA打黑鸟的话呢 反正黑鸟没事的关一关 没事的关一关的话 这个TA的补刀可能压制不了太狠 但应该也还可以 因为毕竟攻击力上 还有这个耗血方面还是有优势 两个人开始在这关二人转 也是比较常见的这个 这个中路跟TA打的一个节奏 这里小鱼刚一上来 直接是加一级被动 也不用活 加一级被动 反正队友跟着身边 随时准备给套这个墨勇就可以了 海民呢 跟这个黑鞋两个人 也果然是利用这个冰墙加利子盾 在不停的去消耗兵线 因为不可能打得过 完全没有任何可能性 你能少死几次就是胜利 然后换路了 觉得发现这个黑鞋 发现黑鞋跟这个海民两个人 完全放弃了跟你去打正面 根本不考虑任何正面的问题 上路这里呢 配合一个大鱼过来 带走一波小精灵 中路的这个黑鸟的一个补刀呢 现在也是被这个TA 在拼的两个人都拼的比较凶 但是补给方面 这个黑鸟现在已经是 要消耗掉一个大药的血量 大鱼这个英雄 现在最恶心的一点 就是在于他前期 可以通过A兵线 去攒自己身上的这个层数 攒够了层数以后 去直接打到你 点到你人身上 这个很难受 还是自己来切吧 这个OB感觉在这个 对于击杀的预判方面 好像做的不是很到位 中路这个黑鸟现在已经是被打掉了 以很残很残很残的一个状态 这克达药出来了 没办法 只能把达药克了 但是相比之下 贴一条比赛的这个就伏不多了 看一下小鱼 这个位置往回跳一下 接住这个冰甲 如果不刚三的话 其实这个阵容拿出来就没有那么厉害了 刚三的话 应该说秘密处理的还是不错 这里莫勇给上 应该是要转身去杀这个小精灵 这个就是骗你实际上 就是骗你小精灵连过来 然后转身去杀你的小精灵 小精灵好在身上有个大药 那么这样一个大药刻出来 两个人状态都可以补满 这个加速神符 这个阴邪凝视 盯一下反补没有成功 那这样的话要出事了 这就要出事了 海民这里就摔掉航家一开 身上有加速符 直接A死 nice 拍毕将的这个海民是利用一个神符 加速神符 应该说这一波 Noah的这个操作其实没有任何的毛病 他用阴线凝视盯一下 把你拉近一点 然后再利用一个平A 把这个神符给A掉 这样的话你就不可能对我形成击杀 但是无奈的是 对方离这个神符距离确实有点太近了 尼沙的敌法师 现在补刀是只有12-4在上路 那么三线目前又是老干爹的一个全面占右 上路这里小精灵 这个位置 哦还差一个平A 这一脚踩 想省一个踩 但是发现伤害好像还是不够 还是把这脚踩踩出来了 再打出一个被动院 nice 很舒服呀 这个 哈哈 didn't see that coming did you cut beat radian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 小鱼的下路跟那个黑血人这波拼的还是相当的不错 这样比赛开局在堆线补刀方面呢 目前除了查理斯这个大鱼在上路 呃 现在稍微少一点 啊 稍微少一点 但是跟敌法师其实差不了太多以外 其他人的这个发育目前都是相当的好 中路TA的正反补目前19-15 黑鸟是14-12 应该说MD1在中路已经打得相当的不错了 直接一个平A补刀这个兵以后呢 这个关其实价值不是特别大 因为 呃 并不能够对这个TA造成实际的一个伤害 耗不掉TA的血量 耗不掉血量的话 你就没法去换掉他的补给 只能是依靠关去浪费一点对方的这个 补刀的一个时间和空间 从中期的发育速度上来说的话 黑鸟这英雄虽然说也不慢 但是跟TA比还是有差距 另外一个他要面临的问题 就是现在TA快到6了 TA到6级以后这个黑鸟其实很弹疼 就是中路可以TA多囤几 哎 这个冰墙很nice 两个人这波拼的也是很凶啊 现在TA在经验方面是领先了大概半级 得一个幻影之庸跟上去 但是幻影之庸直接被A掉了 下路这个黑鞋 哎呦这个奔腾刚开开 刚开开这里被阴心凝视盯了一下 但是老根尼这边因为小鱼的跳已经用过了 可惜了这个人头没拿到 看下TA在中路这个位置 因为黑鸟现在没有大 所以他没什么去击杀这个TA的一个机会 他要想杀TA的话还是要有大才行 有大的时候A的这个智力差不多了以后 直接拍一个大招下来还比较靠谱一点 直接打一个被动晕 查理斯现在手里边是有一级的踩两级的被动 没事的时候可以给AA兵线攒一攒层数 凯米耶上来了 那感觉这波查理斯要遭中了 没蓝了已经 帅掉航家点开 再一个却球 好那么这波是妮想拿到一个人头 好 現在補刀方面和前機的發育情況來看的話 老大內還是小優 大魚這邊這場比賽選擇出的是一個橡尾鞋 這場 啊 沉默給上了 踩一腳 這個幻影之勇控制時間足夠長 再給一個陰鞋凝視 這個你俩趕緊一個布林克走 但是小精靈這邊要沒了 小精靈這個地方沒了 這場比賽老爹在這個上路去欺騙對方這一點上做的還是相當的到位的 就是每一次進攻的時候都是先逼你的這個小精靈連過來 然後我再想辦法把你這個小精靈弄死 開啟一個摔角航家A一下 不過沒什麼效果 一下踩一腳 奴娃給上 再追 這裡 被動鞭打出來 還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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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回血回隊友六塊 這裡敵法師上來卡位 查理斯這個地方感覺是要被隊友反殺了 要被反殺了 柯達要往外跑 這個被小精靈的幽魂追一下 奴娃跟上來 奴娃這個地方跟上來 跟上來的話可以掩護一下這個大魚 還好這波沒有出現什麼問題 小精靈這波這個回血回得也是真極限 卡兒子自己這口瓶子 好 我想了一下 今天的這個麥克風我就不折騰了 因為新加一個麥克風的話 呃直播軟件這邊要關了重開 快點重開的話 咱們直播將要斷一下 挺麻煩的 不折騰 就這樣吧 這輪比賽結束了以後 呃 這一輪比賽結束了以後 咱們亂戰先鋒進去 晚上等下播了以後 我再去調適新的這個麥克風 這裡給上一些技能 沉默給上 不讓你用技能 小魚跟過來拉住 這樣的話應該是沒了 漂亮 來看一下雙方的經濟情況吧 目前妮莎的這個經濟應該說寶石的還是相當的不錯 嗯 甲腿三攜帶 剛剛這裡又是給上一個沉默以後呢 一個墨勇給上 馬上炸出來暈 炸暈以後 這裡收回來自己的這個幻影之庸 沒有被對方打掉 這個幻影之庸剛才差一點被打掉 加點方式他選擇的是主幻影之庸的這麼一個加點 小精靈 這裡也被打一個被動暈出來 一下踩一腳 兩下 三下 再打一個被動暈出來 再一下 再一下 漂亮 這裡最後是中立 中立生物殺掉 中立生物殺掉 我去 下路這邊我還為了看這個人頭 下路漏了倆 結果還是中立生物殺的 大魚好像把那個搶人頭的中立生物給殺了 把那個頭狼給殺了 這是打一個被動暈出來的 帶到兵線上去 A兩下兵線去 中路組織一邊進攻 總管來說 今天聲音變了 聲音變了是因為調了一下 昨天讓咱們那位 ANN大佬給調了一下這個 呃 這個這個聲音的那個 那個 我也不知道應該叫什麼東西調了一下那個軟件 今天的這個聲音 為了保證這個聲音的穩定性 還有聽起來舒適一些 不要有那麼多的爆音 呃 大魚這邊 呃 打出一個被動 漂亮 然後回到兵線上接著攢去 哈哈 大魚這英雄現在就是這樣 我在這兵線上攢三層 你敢上來 你敢上來 給你一個被動 呃 現在這大魚的英雄就這麼無恥 所以說大家趕緊去用大魚 啊 趕緊去用大魚 雖然我不指望他的勝率有多高 但是 開心啊 對不對 就是 就是這麼不要臉 就在線上打兵線 打三下 你過來我就吹你 你過來我就吹你 給上一個幻影之勇 打一下 打兩下 在這裡拉住 大魚過來給上一刀踩 直接秒殺 完美 最後人頭就是FI拿到的 FI是依靠這個幻影之勇的一個撕裂傷害 因為這個幻影之勇除了一個持續傷害和沉默以外 如果你沒有打掉這個幻影之勇的小人的話 他會再給你造成一次撕裂 這個撕裂傷害非常非常的高 他大概平均是要比這個 就是常規的這種傷害類技能 比常規的傷害類技能的這個傷害要高20% 比常規的傷害帶沉默的效果的這個技能 傷害要高30%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比例 當然條件也很苛刻 就是對方不能把這個東西打掉 AME這塊身上已經是在12分鐘 12分鐘都是拿出來的雙攜帶夾腿加上一個引刀 補刀斧 圓盾 然後下一個裝備做連擊刀 他這兩比賽不需要去裸大引刀 因為沒有像PA這樣的英雄存在 那說把那個秘密的存 粉槓精進了吧 哎 你們自己屏蔽就是了 咱們這個直播間一般都是這樣 就是一般因為我這邊 有的時候來不及去進 因為進的話挺麻煩的 我這邊 很容易點錯 我怕點錯 這個位置直接是敵把一個大弄死 小魚這個地方過來以後呢 是嚇唬你一下 不用 不用去這個 不用去去吵架啊 還是那句話 請付費啊 咱們這個直播間允許吵架啊 跟以前相比 我這兒是很這個 我這兒是很自由的 是吧 咱們這個直播間是很有言論自由的 這給錢就行 這裡黑鳥把這個幻影之用A掉 35塊錢 這裡給上一個復魂拉住 這裡小魚跟敵法師兩個人互相傷害一波 尼沙這個敵法師趕緊我回撤 看看正面這個位置這個烏妖的大招砸出來以後 黑鳥這個大招傷害有點高啊 直接是秒掉了FI 天雅莫克這個英雄是 他的這個智力成長其實並不算低啊 有3.3的一個智力成長 但是呢 被黑鳥A這麼技巧的話 確實還是遭不住兩層了 三層 咱們這個直播間就是禁止這個任何的騎士行為 騎士我可以好吧 禁止任何的騎士行為 這個別別別別人跑到咱們這兒來騎士 我會禁對吧 該禁就禁 我也不希望咱們去跟對別人對著去騎士 這個大魚的這波 這個大魚被對方這個熊怪給追的簡直沒辦法呀 還不在這裡收回來自己的這塊 你就要再扔出去 小魚連住 小魚連住以後再也沒這波被打死 利用這個熊怪套上一個李子盾以後是真的噁心 這個版本昨天有一個觀眾就是問我 先看一下這一波巫妖 無妖這個位置被帶走以後 看看小魚開始往上找人 這跳過來 沒有拉住 沒有拉住的話 只不過小精靈是拿到了神符 英靈靈是盯一下 直接點死 妮殺的布林克還有一點點CD 感覺沒辣 nice 咪這波雙殺 漂亮 就是昨天有一個觀眾問我 為什麼這個版本黑箭要我能重新上場了 因為如果大家仔細看見黑箭這個英雄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英雄 他在這個版本得到的是一個全方位加強 真正意義上的全方位加強 全面加強 他的李子外殼這個技能沒什麼改動 但是他奔騰這個技能 對吧 他可以讓你突破移速上限 把原來的直接加到滿移速變成了一個這個按照移送速度加成按照百分比去加 然後呢可以移除你的移速上限的這個限制 同時呢加上移速以後可以穿人變成一個這個沒有碰撞體積 同時呢還可以去這個就是他的時間固定是時長是6秒 滿級的CD只有10秒 然後無法被減速 所以這個技能現在是一個全方位的加強 就是他可以讓很多的隊友去達到一個非常好的追殺的效果 比如一些腿很短的英雄追殺能力很弱的英雄 配上一個黑銜以後會變成非常非常熊 而且配合這個版本很強調攻速的這麼一個版本的情況下 很多的英雄可以去增加這個攻速的一個效果 那麼配合這個黑銜就能夠起到一個非常好的效果了 所以這個英雄在這個版本是一個全方位加強 再加上他的大招也是一個全方位加強 他的大招現在的一個效果是變成了一個矢量釋放 也就是說可以去選擇方向 然後站在大招裡面的人會持續減速 持續減速這是有區別的 這個也拉住小型能連不走了這個位置 在這個線斷之前連不走了 這個位置呢是隊友過來接一下 等這個小魚拉的一個舒服效果消失了以後呢連走 這也是為什麼黑銜這個版本有重新能上場的一個原因 當然了並不是說上場他就 他就自己的英雄就強無敵了 他還是要配控 就上一場比賽老根捏最後他獲勝比賽的原因也是因為 在那上一場比賽這個三號位的黑銜一個拉牆拉住三個人 定住那三個人以後 然後小強接了一個穿刺 同時穿到了三個人 所以最後那波上高團戰打成一個碾壓局 這個也是黑銜這個英雄的一個價值 他自己並不能夠完成什麼事情 但是他可以讓很多的隊友完成以前完不成的事情 這裡沉默直接給上然後烏妖甩大 這兩個人這一套技能給的很兇啊 小精靈連過來以後也是沒有能夠救下來 這一關看一下烏妖這個大還在牌 小精靈被打死了 大魚過來一下兩下三下 被踩了 出來以後 給我打魚就飄了呀 嗯nice結恨 0換4 所以所以說 所以說 小這個天安莫克加烏妖的這個組合 對吧 你得分在誰手裡 你得分在誰手裡 有觀眾說連不走了 我說的那個連不走了 是指他在這個效果持續時間以內是連不走的 這個不一樣啊不一樣 這波肉身盾打掉 TA身上是拿到肉身 而且TA這樣比賽直接是出蛋滅 他沒做跳 他是蛋滅以後直接BKB 看這個飛奔的人馬 哈哈哈哈 飛奔的人馬 哈哈 小魚現在引刀加臨機刀 呃 9800的精靈 這應該是小魚的 呃 呃 呃不對 TA TA TA身上就有一個安眠 哦小魚有1600存款 這邊出來以後應該直接秒開大了 這看下大魚上來以後直接炸魚再踩出黑鹹 小魚這個地方是拉住了黑鸟 但是被黑鸟給吹爆了 這裡呦 是一個雙彈 雙彈瓦斯 哦這個大壯 最後一下撞到了這個黑鸟身上 看看這波雙彈瓦斯出來活 呦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命運之筆 這關加速人馬上來一招踩兩個 無妖在前面給自己的隊伍拖一段時間 那麼下路TA並沒有來 選擇是在下路接著推塔 這波如果TA來了的話 秘密這波就又崩了 迪瓦斯的裝備呢 我們前身上是狂戰斧還沒有做出來 還差一百塊錢 看下這些小魚跟迪瓦斯 硬拼一波 這藍貝打空了已經 藍貝打空了 哎呦 這個VGME呀 太拼了 說還沒賣房子 給你比特幣違約直播 關注了 他跟我說換比特幣的那個人 他不跟我換呀 我看見他了 我看見他了 我又看到了他的ID 他的ID已經被我記住了 看一下這波大魚 又被關注 咪咪這段時間好像有點 有點冒水打的 難道老根捏是卡卡西和誰都是55K 還真不是卡卡西 卡卡西這個遇見特別逆天的人 還真真真沒贏過好像 他是跟誰都打一下 但是跟誰都打不過 跟強很強的人跟誰都打一打 哦 加速人馬哦 一腳踩漂亮 哦 又回去了 哈哈哈哈 好多鬼 是不是這人馬 哈哈 這個奔頭人馬 好喜感啊 衝上來以後 被打成了一個死血 然後踩了一腳 又被A了一下 又跑回去了 哈哈 哈哈哈哈 看看這塊找一下 啊雪球這波救得漂亮 大魚空彩了 這樣的話 海綿又是一個奔騰海綿 跑起來 大奈斯 現在雙方的一個團隊經濟呢 老幹爹領先的還是不算多呀 TA跳刀也出來了 TA這樣比賽是暗滅 然後BKB 最後不跳刀 下一個裝備準備去出的是一個蝴蝶 話說Maybee的TA也是有些日子沒見了 這樣比賽這個TA打的其實 呃 這個也是為什麼中國戰隊很少用TA這個英雄的一個原因 就是打的沒什麼侵略性 這樣比賽TA刷了一輩子錢 經濟一直全場第一 然後呢跳刀暗滅BKB都有了 也沒有任何的進攻 大魚又是一條非常漂亮的空彩 小精靈這個地方連自己一個人飛過來以後 看看小魚直接連住 拉住這個小精靈以後 還是傷害沒湊夠 這裡人馬又來了 人馬又來了 TA上來一刀直接秒掉 這裡大拳頭抡起來以後 黑鳥交一個大眼蜜眉了 這裡黑鳥 黑鳥還炸一下 黑鳥被打死 這裡看看Maybee的這個BKB開啟了以後 還在拼 尼莎這個位置 一個Bling走一波 走一波以後還在找機會吧 這裡TA上來 找到了這個敵法師 但傷害有點不太夠 這裡給上一個破影機 打出來敵法師一個Bling溜一波 這裡看看再給上一個沉默以後 一個NO 再加上一個墨勇 炸魚 然後一個命運之筆 兩個平A 最後差一下 Fight順利拿到這個人頭 那麼這波團戰雖然說是打贏了 但是總感覺不賺啊 總感覺不賺啊這波 這波是TA又是肥了一點 但敵法師的經濟現在已經跟 黑鳥兩個人都是超過了這個小魚 小魚這幾波進攻 連續死了兩次 連續死了兩次 火影忍者 這個動畫片裡邊全是嘴炮選手 尤其是体数的那帮人 一天到晚说巴门顿家 开了这个就会死 开了那个就会死 开了下一个肯定会死 开了这个百分之百会死 然后都不死 一帮嘴炮选手 现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 敌法师的经济已经快要去超到全场第一了 黑鸟这时候 已经有了点睛家人赢刀 下一个章备开始去出这个散灰对剑了 灰烟对剑 我为什么这样老说反啊 老说反 看下TA跳脑走一下 BKB要不要开开起来反打 这个时候肯定是要反打的这个位置 这个必须要反打 但小鱼是不是也太特么远了 你离他 直接一个拉拉到高台上面 这小鱼离得你能再远点 这个开团的时候我告诉一下 开团的时候小鱼是在这儿的 就是在这个位置TA遭遇到对方的时候 小鱼在这个位置 小鱼这场比赛 因为刚才连续的几波被击杀以后 他也是在努力的刷自己的下一段装备 那么这一波是现在秘密找到机会 过来去反扑了 我讲到的也就是日本动画片里边 我最心疼的就是天上天下 那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动画片 他画的后边就不知道画的是什么鬼了 你知道吗 前边画的好好的 后边画的越来越迷糊 AIME这BKB开起来 先带走一个排比将有没有 排比将这能不能先杀了 先杀一个 对先杀一个再说 这里BKB因为没有 所以这个小可这个地方 最后是被敌法师一个大只收掉 这里再杨柱一个大鱼 大鱼这个位置还要追 这里一个真空拉回来以后 敌法师吗 还让黑咸狄子盾烫死了 那么这样啊 这个高地没法守了 这样啊下路这个高地高破 下路高地高破 老干爹现在这个队众他们是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一般会刻意去放这个小精灵这个点 他们刻意去放小精灵的这个点就是因为他们在打小精灵的时候有一些自己的东西 比如之前他们在打VP的时候吧好像就是刻意放了这个VP的小精灵 然后把VP直接打炸 就是他自己搬了水人 好像是是VP吧好像哪支队友 好像是VP 就是他自己把水人搬了 然后不搬小精灵 你先搬先选 我自己不搬小精灵 然后呢 我还把水人给搬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拿金空飞机 我一点常规解决方案都没有 然后敌把师现在的经济就已经是反超了 看一下小鱼这个时候现在身上的装备是一个BKB引刀加灵机刀 然后再出大引刀 大引刀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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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BKB引刀师现在身上的装备呢是大晕锤加上狂战狗 加上狂战狗加分身狗 天牙默克的FI居然是狗出来了一把成的刀 我去 查理斯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只有6600块钱 然后有一个9800的天牙默克 因为天牙默克这个英雄搭的一级 这个十层天赋也是 有一个加金钱而且加的不少 这个地方过来打一波肉山 大家说天天看中国队被虐真是心疼 不我只要有中外对抗 我就跑去下竞猜玩竞猜去 虽然都是积分吧 但我也都下外国队 我只要有中外对抗 我基本都下外国队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比赛我看着心态会相对好一点 反正就是积分输赢无所谓 但是呢这个人的这个心理就是这样 对吧 你只要赢了 你只要对了一部分 你就可以开心一点点 这个眼 这个眼 这个眼是心差的 而且刚好被这个塔给看到了 这个地方的这个真眼做的还是工作相当的到位 这加速人马又过来出来证明自己来了 小鱼过来把那个眼给你反了 小鱼因为现在身上有奶酪有这个BKB 这里拉住了一个海民 海民这里直接推推 黑鸟给一个推推出来 这是谁给的推推 黑咸吗 黑咸给的推推 推推这个道具 现在是可以顽客小鱼的这个拉的 小鱼过来去找一下这个人马 这个人马这终于200块拿到手一回 敌法师现在的经济已经是达到22000多 下一个装备做完了蝴蝶 但是TA的蝴蝶已经出来了 TA做完蝴蝶以后下一个装备准备去出的是大炮 说实话中国战队的这个TA这个英雄啊 真的打得太没侵略性 就如果换成是这种就是国外有用TA传统的队伍的话 一般在这个TA经济无解肥的时候 早就冲向这个 早就上高地了 感谢和天书带老子打赏 思想独特的风险对冲 我其实这个更多 我其实这个更像是一个 不像是一个这个风险对冲 我这个更像是一个心理对冲 因为因为这个比较容易 这个因为看着作为一个中国的解说嘛 看着中国队老这么被捶的话 确实难免心理上会有一些不舒服 这个很正常 而且一旦中国队输了吧 还会有很多的这个观众心情也不好 然后呢观众心情不好就容易 弹幕上就容易去发泄情绪啊 评论就发泄情绪啊等等 但干解说其实遇见这种事挺糟心的 这拉住推队直接走 小鱼这个时候 就是老干爹这个打的呀 他拿的这个TA这个英雄 本来应该是一个强势器 把对方直接踏平对方的这么一个英雄 但是中国战队一贯的风格就是拖 一贯的风格就是拖 老干爹就已经算是一个不怎么拖的队伍了 这小鱼被捶起来 一个黑场一个大直接捶爆 这样的话要中度进攻啦 小鱼没了肯定要中度进攻一波打一波啦 小鱼这个英雄因为他可以偷属性 所以他的这个三维成长是非常非常烂的一个英雄 就是他三维成长没有一个过二的 最多的是这个力量是1.9 敏捷是最低1.5 智力1.7 所以你面对黑鸟这个英雄 在游戏这个阶段 这170多的智力的情况下 这个小鱼现在的智力就只有76 而对方是176 在吸了12层以后 这一个大抡到你身上的话 反正一千伤害是妥妥的 这些小鱼选到了满活 看看敌法师被扬住 扬住以后这个地方 大鱼出来一条踩 要秒这个海民 小精灵过来救一下 没有救成功 乌鸟这个大招还在弹 看看这波小可出来 直接秒掉小精灵 但是黑鸟这狗怎么办 黑鸟现在没有BKB 看手边没有BKB 敌法师上来 先锤这个查理斯 打出一个被动云 这里再一个拉 把这个TA拉到这个墙里面 他击杀了黑鸟 敌法师冲上高地 直接带走了F2和弄 这边大鱼再出来一条踩 小可还在输出 打这个敌法师 敌法师一个BKB 走一波 黑鸟这个位置 漂亮给上一个扬刀 打但是他拼掉了 这个TA的中山盾 黑鸟这个位置 最后这被莫勇炸晕 那么成功的守住了 这波的高地 但是双方的经济差 也是来到了9000加 1万加了已经是 因为这波老干爹是被打了 一个五人团灭 加四人买活 加上小鱼的买活死 而秘密这波 虽然也是被打了 一个四人团灭 但他们只买活了一个海民 而且敌法师没有死 敌法师一波就 挣了1100多块钱 这波团灭打下来以后 敌法师的这个经济 还是没有被拉下来 不过好在 MAYB的这个TA 现在经济是起来一些了 TA这边也是提前做了 没有去做这个大炮 发现对方敌法师出蝴蝶了 也是赶紧把MKB掏出来 正好刚才这波团战的话 这个TA的收场还行 再次提示一下 咱们直播间的观众 就是特别不想看某个人说话的话 有屏蔽这个功能的 对吧 屏蔽这个功能 屏蔽了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秘密选择是 又是一波进攻 又是一波上高进攻 因为这个时候乌妖没有 还没有复活 然后呢 敌法师现在的装备 又是山上已经 套出了一个撒弹 这过来大晕锤 直接晕住 但是这个位置 我去 这一个打直接秒掉铁 看看往后 因为没有乌妖在的情况下 这个复魂给上以后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这波中路的高地 感觉好像 FI这直接打GG了 老根爹这场比赛 是感觉这场比赛 已经没机会了 选择打出了GG 这样的话 秘密扳回一城 那么这场比赛 最终是37分43秒结束 经济方面 最后老根爹在 输掉比赛的时候 是落后了1万5 感觉这场比赛 确实没有机会翻盘了 也是直接打出了GG 这样的话 恭喜秘密 是扳回一城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桑大叔 咱们稍是休息 一会给大家带来 双方 比如三的第三场 没想到第一场比赛 今天就是拉门BO3 那么提前给大家观众 再预告一下 因为今天的最后一轮比赛 是一个BO4 实际上是BO5 但是呢 由于胜者组冠军 是有一个胜者组优势 他直接是1比0领先 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BO4 那么今天的赛程 就是两个BO3和一个BO4 先跟大家说好 好吧 稍微休息 一会儿看下一场比赛 就像我一样的那种比赛 谢谢大家